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張部長 請部長 好 江委員你好 部長好 我想最近這個 核四公投的議題 應該還是困擾著部長 那我們現在雖然 還無法斷定說 核四到底停不停建 但是 我覺得有一些 預防 的措施跟配套 尤其是很多人都在問說 我們的能源政策 萬一 假設核四 沒辦法順利商轉 就算續建 續建之後不見得順利商轉 我覺得要把很多前提都考慮好 那沒辦法順利商轉 然後核一核二核三 接著又要除疫 所以這中間的能源缺口 該怎麼處理 我想部長這個可能是你當前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一個我先問說 這個缺口是不是會有 缺口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 不過江委提到這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現在我們也在非常慎重的來規劃跟評估 對 那麼這裡有涉及到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現在能夠做的 第一個我們可以把替代能源 可以掌握的 可以確定替代能源把它極大化 換句話說我們台灣能夠 有多少替代能源 把這個極大化的扣掉之外 其他的缺口 其他的缺口以目前的能源 能夠有效使用的能源來講 就只剩下煤跟天然氣了 煤跟天然氣 所以煤的這部分 我相信我也非常清楚 這個不是我們希望能夠使用 這部分我想 那就是天然氣的部分 大概我們都知道 那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這個要把現有的這些能用的能源 把它極大化 對對對 除了核能以外 除了核能以外 然後這中間你還要扣掉 像煤這一種比較高排碳量的 對這種可能我們沒有辦法再 那所以你結論就是說天然氣 天然氣是變成主要的能源 天然氣變成是主要可以來替代的嘛 對替代 也就是說在你整個能源供應鏈 重新來整備嘛 對 以目前能源供氣的掌握 萬一這個核四不能繼續給它建下去 也不能商轉的時候 你的能源供應鏈如何重整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喔 沒有錯 如果我們現在沒有想好 未來幾個月沒有想好 其實公投的不是只有公投 那個核四要不要蓋而已 包括這個 包括你的能源替代 你的能源供應鏈 是不是安全無餘 是不是 大家不用去擔心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想 因為整個核四的問題 我們都一直鎖定在台電啦 今天剛好中油啊 可是這個整個能源供應鏈裡面 中油是一塊 沒有錯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除了油源之外 另外一個是天然氣嘛 我請教一下部長 我想我們董事長這邊 是不是也請幫忙一下 這個天然氣這一部分 我們現在有幾個 幾個這個天然氣接收在 現在有兩個 永安跟台中 兩個嘛 對 那 萬一我之前講的那個狀況 我前面講的那個假設發生的 核四不能翻轉 對 需要 核二核三 要除異 那你天然氣 預計要增加 接收站絕對不夠 不夠嗎 當然有需要 比如說第三接收站 第三個 那現在有沒有計畫在蓋 第三接收站 有在規劃 我在了解 哪時候會蓋 這個可以請最後一個公司說一下 您董事長 是 香偉你好 因為這個第三接收站的這種規劃 我們已經在進行 因為不管核四將來是不是用到天然氣 都準備要蓋了 我們還是有這種北部天然氣不足的問題 是 所以必須要在北部找地方去蓋這個第三接收站 現在決定在哪裡蓋 那麼目前地點還沒有選定 有幾個在桃園附近 有一塊地我們是還在 還在跟他們積極在上下 但是總是希望以北部為主 因為它是要供應北部的用氣的需求 嗯 那只要蓋這個接收站就好了嗎 還是其他的周邊的運輸 那蓋的話 你的碼頭 對 蓋的話它一定會包括它的這種碼頭 對 除卸的設備 那碼頭有問題嗎 有沒有問題 那將來是填海 如果環品可以順利的話 碼頭要蓋是可以蓋的 大概蓋在哪裡 目前是比較可行的過去那個觀塘地區啦 那邊過去在 談著這個大潭電廠的時候 有曾經 在某民間公司它有規劃過也取得土地 所以那邊順利來蓋一個 港口 專門給天然氣進來來使用 對 那是可行性之一 那麼這個部分將來後續還有很多需要去協商 那如果照你這樣講的話 我們當然 那規劃中已經在想要興建第三個接收站 那這個第三個接收站 蓋完之後 就是代表台灣的天然氣進口的量會提高嘛 對不對 我們的能力 輸出能力會提高 輸出能力會提高 那如果搭配萬一核一核三 核一核二核三 還有整個我們走向一個非核家園的路線的時候 我們的天然氣的需求量 你預估會增加多少 這個部分如果光是這種 因為這個台電的需求是為主 因為我們80%的天然氣是供在發電用 所以未來就要看未來台電在核四的規劃怎麼個規劃 那麼基本上我們在第三接收站如果順利蓋的話 這一些供應都不會有問題 這些供應不會有問題 是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三個接收站足以來取代 萬一我們核能不用了 這些接收站的量足夠來供我們發電跟一般使用嗎 是這樣嗎 因為北部接收站 如果是除了大潭它繼續增加基礎我們需要提供以外 那麼如果未來核四需要用到這邊的天然氣 它還有一些管線鋪設的問題 對 接收站跟管線這個是我們內部最重要的嘛 如果你將來你天然氣變成一個主要來取代核能的能源的話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啊 那你從哪裡進口 進口的天然氣比較多多元啊 我們自己在澳洲 有沒有問題 我們取得有沒有問題 取得沒有問題 會不會說 將來我們變成說能源的這個進口啊 掌握在別人手上 然後別人呢 要跟你這個喊價 然後你要拿什麼東西來換 會不會這樣 那目前因為台灣的99%的能源都是從外面進口的 這問題一直存在 沒有錯 所以我們會有分散的一個來源 然後過去卡達我們也跟它續了長約 那麼另外馬來西亞印尼甚至澳洲我們自己也取得 所以我們的能源取得 我說天然氣的取得不會有問題 如果要增加的話 增加購買料也不會有問題 對我們是可以 只是一個價格的問題 當然這是基本上 價格是重點啊 不是 那個那個董事長 部長 那個那個 部長跟董事長 價格當然是重點 齁 這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將來如果要增加這方面的取得的時候 會不會被別人掐著脖子說你要用高價來買 跟委員報告他 或者是說拿其他的經貿議題 跟我們能源議題綁在一起 比如說我們現在跟美國在談 談貿易自由化的問題 甚至其他國家談貿易自由化的問題 能源議題把它放在裡面 掐著你的脖子說你一定要開放什麼市場 不然我能源價格我不降 或者我不賣給你 對 天然氣基本上供應國也不少 但是過去我們簽的長約都是保量不保價的 這個價格 對啊 所以本席在這邊就是想要提醒部長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有耳聞 日本這一次在參加TPP的談判裡面 其實能源議題 美國是拿來要求他的 你TPP的這個談判的部分 跟他的能源合作的取得 綁在一起 所以我本席擔心的是說 未來我們進口能源加大的時候 擴大的時候 我們在經貿談判上面的力道 是不是會相對的削弱 你談判籌碼變小嗎 會不會 變成你要拿市場開放來換能源 你們有沒有評估過這個問題 對這些因為過去談判的主要對手 美國是歐盟跟美國為主 對 那麼美國目前到目前為止 他都不是一個能源輸出國 我建議經濟部 我建議經濟部 你們真的要去 study幾個這樣子的case 尤其日本韓國這些大量依賴能源進口的國家 他的能源議題如何跟他的貿易體被掛在一起 私底下被掛在一起 表面上或許是說因為戰略夥伴等等等等的 但是你能源仰賴很大的時候 仰賴進口很大的時候 你要跟人家談經貿的自由化 其實你的籌碼少很多 你的船馬會少很多 我覺得這部分可能你們要去細舊 到底日本跟美國在談的時候 韓國跟美國在談的時候 甚至其他國家 他跟主要的能源出口國 在談這些經貿自由化的時候 能源議題是怎麼樣被掛在一起的 因為我們現在 你經濟部你負責任務 你要去談經貿自由化 談FTA 但是你要同時又要去擔心跟worry 我們的能源進口問題 人家就馬上找到這個 可以掐住你脖子的地方 不然或許我是多慮啦 委員指教的很對 這一點我們會密切的去注意 這一點我希望我們的經濟部 尤其不然這邊 你也剛上任 就遇到這麼多棘手的問題 不過我們相信還是你要用智慧來解決 那另外我再請教一下 中游的董事長 這個或許是一個小問題 但是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董事長3月12號是什麼日子 是植樹節 植樹節 董事長 董事長你知道為什麼我問這個問題吧 是的 其實你們植樹節做了一些活動 這是什麼活動 在種樹的活動 在種樹 我看到各大報都報了這個活動 像這個3月16號就抹報就報了 3月17號也抹報就報了 可能好幾個報都報了啦 都說這個珍愛家園 中游五地同植樹啦 全台同步植樹啦 那當初我看到這個之後 我第一個納悶的問題是說 中游跟種樹有什麼關係 這個 這個是一個 等於是一個企業的責任啦 企業的責任 企業的這種責任 那主要是因為你們排放太多碳嗎 節能減碳 不管怎麼樣這個是大家共同的責任嘛 所以為了塑造企業的良好形象 是這樣嗎 是我們一向都是 那應該不會只有種樹吧 應該還有其他活動吧 還有其他活動 除了這個之外當然還有其他 那如果這個是幾月幾號做的事情 3月16號 3月16號嘛 五個地方同步種樹嘛 結果我今天我會看報紙 這個是今天的報紙 我不要講哪一個報啦 也是一樣 珍愛家園深呼吸植樹活動 因為我就覺得很納悶 這不是前幾天才登過而已嗎 我要仔細看 下面寫了一個瓜服 中油廣告 你們是企業啊 你們不是政府啊 做廣告就做廣告 幹嘛做的偷偷摸摸的 這是第一點 你也不是政府機關啊 你是企業耶 你如果真的要打形象的話 你可以大大大做廣告啊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 這個廣告我覺得做的很失敗 老實講我做的很失敗 你們是一個企業 你應該可以做很優質的形象廣告 給我一分鐘就好 30秒拜託 所以我覺得 這個 你做了一個廣告 這樣的廣告之後 反而得到一個負面的形象 因為大家覺得你亂花錢 你既然要花廣告的錢 你就給它花的比較漂亮一點 而且你要做企業形象嘛 對不對 其實中油如果要做企業形象的話 那其他更多啊 你可以告訴大家說 要怎麼省油啊 對不對 你應該告訴大家說 你的油價計算機制是什麼啊 是 你應該是說服大家說 欸 我這個油是很好的啊 怎麼樣讓我們更省油啊 我覺得這是你們該做的事情啊 我這時候也提出來 董事長我只想要告訴你 這個是小事情 是 但是看在一般老百姓的眼裡 他看得很不舒服 好 我們來改進好不好 我們改進 謝謝